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是Tina雷提娜 怎麼覺得這角度很奇怪 等我一下喔 等我一下一下 OK 真的好一點嗎 Hi大家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今天有化妝 我覺得我現在拍影片我就會想化妝 因為平常我沒有什麼場合可以化妝 所以拍影片我就來化一下 反正也難得 然後我今天想說可以 擦擦口紅剛剛有說是Sephora的 那種做Youtube的那種化妝的 他們都這樣 Sephora 然後 是要這樣子嗎 欸怎麼用 欸對不到焦 84號 我覺得很推薦 可是如果你們很多空姐應該都是用Sephora 然後因為它比較不會掉 它有很漂亮的大紅色我覺得也很適合 但我不喜歡擦口紅色 這樣今天新鮮來潮 OK 首先我跟大家說一下 我對於高雄的天氣非常的錯亂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台北是這樣嗎 因為我其實我已經很多年沒有經歷了台灣的美雨季節 所以我整個人非常的confused 我那天就這樣看著我們窗外 然後我就對著窗戶 我就我同時在旁邊我就說 我說I'm so confused 我非常的困惑 因為上一秒大太陽喔 然後大太陽 我走進去辦公室然後轉個頭 突然 狂風暴雨欸 不是毛毛雨 是狂風暴雨 然後我就在看著窗外我想說我的安全帽 我的安全帽要養魚了 OK 然後 然後 我傻眼 然後過了大概我就整個就覺得ok fine 後來我再過了幾分鐘 幾分鐘而已喔 就大太陽了 我整個人各種不解我到底現在是該相信什麼天氣 就是 你就算現在是大太陽 你不知道你下一秒會不會就狂風暴雨 所以 這個梅雨季節實在太驚人了 我不知道台北是不是這樣 但是高雄 非常的狂 林我弟那個時候端母姐回來 他也跟我說現在是怎樣 因為 本來大太陽然後突然會 狂風暴雨 而且它是有雷 呃 中文怎麼說 就有thunder 就是有打雷 閃電的那種欸 然後因為我們家是鐵皮膚老房子 所以超大聲 超大聲就是 啊不太久睡覺 但 好anyway想說跟大家抱怨一下 ok 今天呢 欸我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我很無聊 因為我現在 比較少拍vlog 因為我覺得我的生活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vlog 還是會拍因為我還是很愛vlog 但是我需要一點時間 就是因為我現在還在 嗯 you know 我最近生活沒有太多的行程 比較多是在 就是比較多 我最近就是 我覺得怎麼覺得 一直覺得它會動 對它會一直動 動一下 好它好像定住了 因為我那個相機好像會一直轉 好anyway 不要離開我 你們要相信我 我現在的vlog 我現在的vlog比較少 但是你們等我 我跟你說不會讓你們失望 我一定會拍出很厲害的vlog 因為我現在就是在準備一個計畫 ok 給我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暫時的影片 就是都是講講話 你們要聽我說 呃 說說話 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覺得很可愛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每個人生活中應該有很多壓力 像不是壓力 就是 可能 很多未知啊 很多 有時候有些難過的情緒啊 有些生氣的情緒 就是 我覺得情緒的東西會一直來來去去 然後 我講話很愛用手 好 然後 我都會喜歡看一些很療癒的影片 那我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些療癒的影片 讓你們跟我一起療癒 然後讓你們一起心情好一點 好不好 真的很喜歡 這是我會很喜歡看的影片 就是 在instagram滑的時候 我的版面幾乎都是這種 就是很 我覺得我很好笑 好 來第一個 等我一下 好 好 來囉 我覺得你們應該有看過 這個女生在starbucks上班 很像我會做的事 感覺就是我會做的事 但我可能會躺在上面 不起來了 OK好 OK好 然後他說 study shows that watching a bieber eat cabbage lower stress by 70% 他說 研究指示 看一個bieber 吃這個菜 可以降低你的 焦慮感 百分之十七 真的蠻療癒的耶 他真的很可愛耶 我可以再看一次耶 好可愛喔 真的很無聊 真的很可愛 好可愛 看他的手 很像我 因為我 我很喜歡吃菜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他會叫我兔子 因為我就會吃那個菜 然後啾啾啾啾啾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他很白癡 他會叫我兔兔阿姨 不知道為什麼要叫我阿姨 是姊姊 但他很喜歡叫我兔兔阿姨 超白癡的 OK 好 可愛喔 他說 如果你今天有個不愉快的一天 深呼吸 然後 記得 這只是一天 這不代表你是擁有一個 不好的人生 只是不好的一天 所以記得深呼吸 這個女生好可愛 這感覺是我會做的事 好可愛喔 如果我有小孩 這會是我的小孩 小孩背力很好耶 太厲害了 當媽真的很辛苦耶 當媽真的很辛苦耶 當媽真的很辛苦 這個媽 這媽很聰明耶 我真的覺得當媽很辛苦耶 就是 真的很辛苦 我媽也剩個四國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說 他怎麼說 I love you 好可愛 好久不翻譯了 我覺得超可愛 他說 啊 反正太可愛了 I think it's backwards I think it's backwards 他剛剛說你好像穿反了耶 What? 他說什麼 他穿反了 我真的覺得 小孩是一種 甜蜜的負擔 因為我覺得他們 的純真 會帶給我們很多的喜悅 如果你記得去看這件事情 這小孩還不想要坐下來 好像我弟小時候喔 OK 坐下來了 坐下來了 我弟小時候也是 我記得有時候 如果他生氣的時候 小弟就是我抱著他 因為他差有四歲 所以他剛出生的時候我都照顧他嘛 他也是啊 他只要生氣的時候 我只要把他放下來 他會這樣 他就是超癮 他就變成這樣 我覺得有小孩的人都知道 Taka la Taka la 我可以看一整天小孩的影片 我可以看一整天小孩的影片 這個女友好壞喔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pranks pranks是整人的嗎 可是看別人的也是蠻好秀的 但如果有人這樣弄我 我會生氣吧 好了 也不會來我們的蠻生氣 好了 也不會來我們的蠻生氣 Hey you To love yourself 愛自己 你的超能力 就是你 就是你 我愛你 好可愛喔 欸 後面那個女的 靠 我靠 有沒有水準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OK 所以這個盲人他走 雖然我覺得是set好的啦 我真的覺得應該是set好的 因為這太順暢了 可是 所以這個盲人他差點要掉到裡面 然後這個弟弟就救他 然後這兩個女的 看到他掉了 他們要去偷 What the fuck is wrong with you Why 不是你東西不要拿 這我會生氣欸 我覺得你欺負我沒有關係 你欺負別人 或是你欺負有弱勢的人 我也會生氣 不是弱勢 就是 如果你仗著別人 好像比你軟弱去欺負人家 我也生氣 我覺得你欺負我就算了 沒有關係 我可以handle 可是如果你欺負我旁邊的人 或是你欺負任何 我覺得他可能比較沒有辦法handle的人 我會生氣 因為我覺得你莫名其妙 這怎麼好謬欸 這才有女的 喔 全部給他 對啊 好可愛喔 全部都送給他欸 I find my whole body beautiful There's my mom and dad's DNA in my body and it makes each part of me special 他說我喜歡我的身體 因為我爸媽的DNA 在我身體的每一個裡面 那這個 這樣子 It makes me special 就是 嗯 這讓我很獨特 就小孩就是這麼的純真 我們長到之後都忘記了 我們應該有的純真 跟我們小時候有的單純 跟看世界的眼光 我們真的要記得用小孩的眼光去看 就是這麼簡單 對不對 他可以做 這不是一個電影 他相信你自己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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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做任何事 也會 這當然有什麼毛病啊 你如果老婆還愛我 你還是很胖 嗎 對 媽媽 你很胖 等一下 她老婆就問老公說 Will Lisa love me when I'm fat? 如果我胖的話你會愛我嗎? 他說 當然啊 然後那個小孩說 但媽你很肥耶 但媽你很肥耶 小孩的話最真誠 不會包裝也不會說話 我就可以一整天就看這些影片 我跟你說我真的一整天就可以看這些影片 哈囉 好可愛 好可愛喔 You're OK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已經才跟我朋友討論 我覺得小朋友真的不能過度保護 就是要讓他跌倒就是讓他受傷 就是讓他吃泥土就是要讓他 自由的長大不要去過度保護 因為這樣 反而不好 像我們就是吃土長大的啊 媽都會讓我們在外面奔跑啊 那種髒細細的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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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發生什麼事了 等一下 所以 好我不想把人家笨但是這個女的有點笨 如果你男友 站在這裡然後你先要他接你 然後你要去 玩一個信任遊戲 你怎麼會往這邊倒 他怎麼接你啊 Oh my god 這個女的 給他一個讚 好今天就是想要跟你們分享這種 這些我看的 平常會看的影片 我覺得就是 會讓我心裡很好給我很多正能量 跟很多鼓勵跟很多感動吧 我覺得人生就是要充滿很多感動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看 小朋友的影片 因為他會提醒我說 我們要記得我們內心是有個小孩 我們要記得我們 一直都是個小孩 我那天看到一個名言 是說 oh we don't stop playing cause we grow old we start playing that's why we grow old 意思是說 我們不是因為老了而停止 像小孩一樣的玩耍 開心 you know have fun 開心的玩 開心的生活 簡單的生活 我們是因為停止這樣開心的玩耍 做愚蠢的事 然後自由的生活 我們才開始變老 我們不是因為變老而不玩耍 我們是不玩耍 才變老 因為當你沒有那個小孩的心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社會價值就會跟我們說 欸你是大人了 你30歲 你怎麼還在像小孩一樣 我希望我60歲的時候 跟我到時候的老公 哪可以像小孩一樣 跟我們的小孩玩 我不想要當個大人 當大人好累喔 當大人壓力很大 當大人到底是幹嘛啊 所以 我覺得我們大家的目標就是 永遠當個小孩吧 當然責任那些東西都是還是要有啊 還是要好生活 可是 內心的小孩要記得 讓他出來 讓他出來做自己 讓他出來 開心的 像個小孩一樣 世界會變得比較簡單 不會有那麼多的心機 不會有那麼多的東西在你心裡面 因為小孩看的東西很單純嘛 對不對 yeah 所以這些影片 可能我最近也很需要很多正能量 所以 看一些正能量跟你們分享 希望你們喜歡 我希望你們喜歡 我下次見 下次見 下周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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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